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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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分流继续收听收看2012行政长官选举辩论 这一节我们会继续由传媒的朋友发问和现场观众 向三位候选人提问问题 首先是唐英年先生接受亚洲电视的提问 唐英年先生,今次是一个有竞争的选举 但是今次黑材料满天飞 但因為這樣大家就知道很多關於你的事情 包括是僭建、感情缺失 如果這次是沒有競爭的話 你就這樣做了特首 就會將這些秘密帶進去坐特首寶座 你覺得對於你或者市民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又或者是說不知道好過之 那你連那個僭建地府都不用復原呢? 我相信特首選舉無論有競爭與否 他一生所做過的事情都會揭曉出來 所以我覺得特首選舉這次的焦點被轉移了 我是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但我們其實真的應該給市民有一個公公道道的機會 讓他們認識這個候選人 他到底有甚麼能力、他有甚麼經驗和他有甚麼團隊 我就是能夠認聚一個團隊為市民服務 我是有過往的經驗轉規為營 成功落實SEPA裏面所有一系列內地開放的措施 再加上我更加是可以能夠成功地將我們香港的就業推高的 好,謝謝你 麻煩何專人,二十秒追問 其實你的錯反映了你不僅是誠信有問題 還連應變能力也有問題 可能是小字化大,大事變災難 我想問你,你預備將來贏了之後會鞠躬多少次 道歉多少次 還是會 謝謝 唐經聯,可以回應45秒 我是這次處理得不好的 我剛才交代了 但是對於在政府裏面 我自己自問 在很多次我們都要應變很多不同的情況 就是好像譬如何俊仁,你都很熟悉 在政改的時候,我們去到最後一分鐘 大家才能夠就香港的民主進程推進一步 這些就是要有這樣的胸襟,有這樣的凝聚力 以及有這樣的包容能力去凝聚社會的共識 為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 例如經濟,社會,民生,政制可以推前一步 好,謝謝你 請梁振英追問二十秒 唐經聯先生,很多人說 你的僭建問題不是單純的僭建問題 而是公開地向市民說謊 隱瞞你的僭建問題 直至到有傳媒、圖文並謀地刊登 你才出來老老實實承認你隱瞞僭建事實 好 梁振英,45秒 唐經聯,45秒,對不起 梁振英 梁振英,我做過的事 我會站出來認 不像你這樣 甚麼都不關你的事 法輩文並不關你事 法輩文又不關你事 拍攝文明 也不關你事 黑金正智 又不關你事 劉夢雄你差不多不認識她 这些是有承担的表现吗? 唐英年,你还有10秒钟时间用吗? 好了,下一条传媒提问是向何俊仁请凤凰优越广播的于盈 何先生,你的最新民调的得票是11% 就算今天是普选,你都胜出无望 在现实中,如果一定要你在唐先生和梁先生之间选一位 不可以两位都不选 你认为哪位候选人可以更好 何俊仁,一分钟时间回应 你认为哪位候选人可以更好改善和泛民阵营的一个行政立法的关系 哪位候选人可以更好促进香港的范围发展 何俊仁,一分钟时间回应 大家知道,就是要我在两个不可能接受之中做一个选择 那真是拿枪对着我开枪,我都说算了 你开枪吧 我觉得两位今次很不幸在这个小圈子选举里面的表现 包括他们的团队,是使市民失望的 还有他们两位也有很多地方 看到他们将来的施政会充满危机 因为他们的确是缺乏了市民对他们的认受 缺乏了选举所必须经的磨练 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可能在两位里面选一位 其中一个选择就是透过 我不选择,告诉中文我们要民主 这是最好的选择 梁振英先生,请你在追问之前我想提提现场观众 不要在节目进行中叫哭,或者是拍照 不是会妨碍三位在台上的辩论 梁振英,请你20秒钟跟进 请何俊仁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市民眼中 你不是一个适当的特首人犬呢? 市民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阴点的游戏 没必要浪费我了 一五点就找到听话的人好了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小圈子的游戏之中 市民会作出一个跑马仔的猜测 不要想到自己民望这么高 你以为等于给你这么多票 不是的 他说你跑马仔,听话你可能会赢 所以,还有跑马也会爆难 知道吗?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得到真正在一个选举里面 投票的认受 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 你才可以骄傲地站出来 这些民意,不要以为是神圣 就是你的任命 请唐言根俊,20秒 何俊仁 你既然两位都不能选手 但你也不能选自己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投白票 结果你也要投票 那你会怎样投呢? 投何俊仁 最简单 如果真的要投的话 不过怎么也好 我对今次的小婚子选举 是不寄以任何的希望 怎样都是北京的阴点 怎样香港人都被排斥于外 这是令我们失望和愤怒的 我觉得 透过今次我们的宣示 一定要很清楚 告诉中央政府知道 我们香港市民 是要行使我们主人翁的权利 一人一票 去选择我们的特首 所以你们两位 其实出来认战 出来让市民去选择 这才是一个有勇气的政治的承担 好,谢谢 谢谢三位 现在到了香港欢频 问梁振英的问题 25秒 梁振英先生 你好 就刘浮山的饭局事件 揭露本港有一些政坛中人 和一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有来往 不少市民都担心 黑社会势力已经滲入了本港的政坛 如果你当选 你会怎样去正线这个问题 而挽回香港政坛的廉结和健康的形象? 我十分关注香港政坛廉结健康的事实 不单止是形象 我十分关注香港的选举 选举文化是要干净廉结依法的 刘浮山饭局这件事件 我们没有任何事隐瞒 我们马上去警方和ICAC 去提供我们的真相 在我们去完ICAC和警方之后 乡市派的朋友出来 陆陆陆陆陆陆证实了几件事 第一,这个饭局不是我们要约的 第二,我们给了钱 第三,我们不认识郭先生 还有就是我们有给钱的 我们反对任何的抹黑 如果有人说黑金 第一,就是有人抹黑我们 第二,金这个字代表什么呢? 代表真金不怕红炉火 我们是面向公众开誠报公的 好,现在请唐英明先生追问20秒 梁振英,事实是不会抹黑的 当日那个饭局 是的而且确有社团的人士在场 他是坐下吃饭 亦都在那里参加了 你怎样可以说没有呢? 请 这位先生,我们不认识 不是我们要约的 这个饭局也不是我们安排的 我们是应邀的 唐英明先生 你敢不敢说 你出席过这么多的 乡事派的活动当中 现场没有一些 类似你心目中所说的 一些江湖人士呢? 梁先生,你还有22秒 不想用他 请麻烦何俊仁先生 跟进20秒 梁先生,这是一个私人的饭局 是你的竞选办核心人员 和选迷一起坐在一起讨论 选举 闪着门 竟然有人拍门 进来 不认识他是谁 原来是江湖人物 是大哥 可以坐下来 跟你们讨论 你说不认识他 是不是天方夜谭 大家老实一点好不好 多谢你 多谢你何俊仁先生 我们给个机会 再说一点 乡事派的朋友 出来已经公开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就是在范卓祥 在那次会面当中 没有任何人 试图或者以图 说一些说话 做一些东西 去脅迫 其他人士 在这个选举当中 采取了什么立场 我们完全是应邀去出席 那个范局 去到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有什么人出席 所以这件事 我们完全是被动的 我们不认识 那位郭先生 我们也不是邀请他去出席 好了 很快就到现场 观众提问的时间了 今次会先连续三条问题 是问唐英年先生的 首先是请李小姐 是属于B30的 如果你将来做了行政长官的话 你如何落实了2017年的普选 是真真正正的一人一票呢? 唐英年请用45秒回答 下一届的行政长官 将会肩负了落实一人一票 普选行政长官 这个任务 我会争取最开放 最公平 最公正的模式 提名门栏 应该是最开放的 现时是百分之一 即是150个提名 将来 无论是维持百分之一 或者进一步开放到十分一 或者十二分之一 我都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去争取的 其次 我亦都有过往的经验 能够凝聚到社会各界 向一个共同目标 就好像2010年 我们能够在立法会有三分之通 下一位请B4的庄小姐 庄小姐 庄小姐 庄英年先生你好 有份提名支持你的商家代表 其实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 你说自己代表到市民和大多数香港人的心声 市民 你在取悦这一班商家支持者的同事 又怎样能够确确实实地 兼顾到港大市民的利益 庄英年 我在政府工作了九年 当中有五年 是做财政司司长 和做工商科技股局长 是和所有和经济有关的范畴都是我负责的 我每做一件事 我都是公平、公开、公正、不偏不倚地去做 我很深信 我有经验、有往职可以做得到 将来 我当选行政长官 我一样会坚守 公平、公开、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则 下一条给唐英年的问题是属于梁小姐 唐英年先生你好 刚才你在正纲里说到 你说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就是建立一个自由、法治的社会 但是你没有提到民主的发展 我想问 跟刚才那位观众一样 都是想问你 如何落实是一人一票 不是你所说的 最开放的普选 如果2017年 不能够一人一票 普选行政长官 那你有没有普选的时间表 或者路线图给我们呢 刚才因为开场白只得一分钟 所以说不到这么多字 但是我自己一定会尽我所能 去落实一人一票 普选行政长官 因为现在的优先 一定要先做行政长官的普选 然后2020年才做立法会的普选 所以如果做不到17的行政长官普选 那么2020的立法会普选 我们都没有机会去做 所以这个开放公开公平的制度 我们一向都是廉洁公正 我们一定要保守 确保制度上的健全 好 谢谢 现在轮到何俊仁先生接受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B5的李先生 何先生你好 我知道你对这个小圈子选举 一直都不予厚望 不能说不予厚望 是不予希望 但是当两位候选人出现了这么重大的变故之后 为什么你不能带领泛民作为关键少数 为香港的民主争取更多呢 而只是充当一个时事评论员呢 好 谢谢 45秒 何俊仁 今次的参选 是要挑战一个小圈子 选举的公言 挑战的过程 就是要立论 是要清楚作出批判 所以在批判的过程 你就是自然要很多事情 你就要把握机会 来看看这件事 让大众知道 为什么是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呢 为什么 两个建制派的候选人 这么多丑闻 这么多诚信 的问题被人质疑 但是竟然 两个都可以被接受 我这个这么清白的 没有诚信问题的 竟然是不被接受 为什么呢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说 要看清楚 很多问题 是很容易被人蒙蔽的 我要做这个工作 接着是D19的石小姐 何俊仁先生 你对一人一票选特首 有什么推动的方案 我相信 多谢你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一定要 第一 继续 连结社会 各界 争取民主力量 一方面 在议会里面 尽量 来到 施加最大的舆论压力 也需要走上街头 不要紧 外面有很多朋友 我们也跟他走在一起 在街头 跟群众一起参与 用群众的力量 告诉北京 告诉香港政府 知道 如果再没有民主 香港的蓝仪 长治久安 但是我也会争取 继续跟中央谈判 希望透过谈判 他们能够知道 要回应香港对民主的诉求 然后让我们在07 有真保存 接下来是A7的张先生 你好 何先生 我问题跟刚才的观众差不多 我想问你 若果你成为了特首 你怎样跟中央政府去沟通呢 怎样令中央政府去接受 你的建议 或者管治方法呢 是不是以你现在的11%民意 去逼这个政府就范 好 谢谢你 何先生 第一 能够支持香港 实行双普选的 是在说 持续的 是说六七成的市民 不是哪个人 多少个民意支持 是长期的 十几年来 都有这么大的比例支持 曾蔭权拿上去北京的报告 都是很清楚的 第二 你不用担心我 和中央没有渠道沟通 当我做了特首 第一件事先拿一张回向政 还不让我 是不是 那我就可以很正式 回去和中央的官员 也和我们 很多支持民主派的朋友 组织一个跨党派的代表团 正式和北京就这个问题 进行一个公开的谈判 但是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齐心一致 好时间到了 很快就回到梁振英回答 现场观众的提问 我先请C28的呂先生 梁振英先生 几位受选人都说 她当选后会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何谓香港的核心价值 你用五句话来概括 并且你怎样落实 香港的核心价值 除了我刚才主体发言的时候说之外 包括自由 人权 民主 法治 而每一个范畴里面 我们都可以细分 比如说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包括新闻自由 法治 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要 竭力去维护它 香港能够 为国家做贡献的 除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之外 还有很多社会发展当中的核心价值 我在这方面 是有空间 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也做很多 包括 好时间到了 下一位 都是属于市区的胡小姐 梁振英好 我想更清楚 知道你的领导方向 我想问你 你觉得领导远见重要 还是听取市民的意见重要呢 两方面都要有 一个领导人 一个政治领导人 他一定要有理念 这个理念是基于他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 用你的说话来说 远见 使得这个社会是有方向 而会是停滞不前 但同时的领导人 亦都需要听意见 因此我过去二十多年的政治公职当中 包括做基本法资讯委员会的秘书长 我就已经经常落区 过去那半年 我落区的次数十分多 就选举我的政綱 我提出齐心一二写政綱 所以政綱出来的时候 跟另外两位候选人不同 是以咨询稿的方式 我们收了五六百分意见 融会贯通 下一位请张小姐发问 梁振英先生 早前刘武雄曾经说过 如果留选 就会向中央提出全港选民 一人一票 保选特首 如果真的留选 我想请问你 会不会向中央提出同样的问题 要全港选民一人一票 普选今大的特首 一人一票 选举特首是我的努力对象 今次我已经到处落区 是争取市民的支持 虽然现在这个制度 未能够给到我们市民 手上有票 我落区哭咪的时候 我就说香港不是属于少数人 是属于大家 因此这个一定是我们努力 争取的方向 但今次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即使留选 我们都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 梁先生你还有十六七秒 没有 好 非常多谢三位候选人 和现场朋友 非常之踊跃的参加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个回合 是经济民生的问题 好 待会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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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